它轉移了 我的天啊 你有轉移 你有高高度 你有飛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實際上 前海軍飛行員格雷夫斯上尉 在週日播出的CBS 60分鐘節目中 分享了他曾經親眼見到不明飛行物的經歷 而格雷夫斯上尉的同僚 2019年在維基尼亞海灘上 也曾拍到了疑似UFO的照片 並在上個月得到美國國防部的證實 照片顯示了一個三角形的物體 在雲中閃爍並移動 另一張照片顯示 飛在空中的一個橡樹子形的物體 格雷夫斯說 在幾年的時間裡 他們每天都能見到這樣的飛行物 去年5月 美國國防部首次授權 發布了三段不明飛行物的視頻 相當於從官方的角度 認可了這些不明飛行物的真實性 官方的證實和主流媒體的報導 顯示美國近年來對UFO現象態度的轉變 UFO不再是聳人聽聞的陰謀論 而事實上下個月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和國防部長 將會向國會提交一份報告 公開政府目前對UFO的了解 2004年美國軍方在聖地雅各 發現幾個不明飛行物 在幾秒鐘內降落8萬英尺 被派前去查看的海軍飛行員 大衛·弗拉沃中校 與不明飛行物有過一次近距離的接觸 在艦艇上的控制員幾秒鐘後 是再次捕捉到了這個飛行物 但是它卻已經在60英里之外 曾經接觸過UFO的美軍成員都表示 但是UFO表現出的技術 連美國也無法企及 美國參議員盧比奧表示 不明飛行物應被視為國家安全威脅 他呼籲國防部認真對待 新唐人記者金時綜合報導